花莲市华东路和金美路口21号凌晨发生了硬车和休旅车的车货意外 休旅车车头全毁 车内的流行女驾驶伤重不治 警方表示说两台车的驾驶都没有酒侧 初步怀疑是他们行机闪灯路口没有依照规定礼让 而详细的造势原因则有警方在调查厘清 画面中可以看到20号晚间 花莲市华东路与金美路口一辆运营车在闪灯路口执行 另一头一辆休旅车也没有减速慢行 哪辆车互不离让在路口相撞 导致休旅车车头全毁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警方合理将休旅车驾驶救出 紧急就近纵往医院急救 但休旅车驾驶内脏大量出血 紧急转送另一间医院救治 附近有一个是那个沙石场啊 前面啊在那边过去有一个沙石场 所以这边沙石很多啊 那其实他们开很快啊 他们刚刚要转换的时候 我就有一车 他们就没有刹车啊 故意驾驶人行进路口的时候 多减速慢行 行进路口都为减速才会酿成车祸意外 休旅车驾驶抢救后凌晨三点多宣告不至 详细的造出责任有待警方调查厘清